哈喽 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我是WordChange 欢迎收看失落的方舟游戏攻略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流派是 我玩了20多天的主力机体 点火版的女巫 这只角色我在开服前就查了一下 它是所有角色玩到后期输出最高的一只 暴力性输出流派 它在点火的模式之下 可以轰出非常高的数字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厂商都是几百万几百万在跳的 效果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 不适合单挑 因为它的机体的灵活性并没有很高 绝大多数的技能爆发都是需要吟唱 以及使用Z键点火的一个大爆发 那我今天完整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选择它 以及拓荒奇玩点火女巫 究竟玩不玩得下去 好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攻略影片 台服方舟刚开有蛮多人入坑 所以我们先来讲 构成流派的七处刻印的效果 首先刻印由战斗效果跟职业效果的 两种刻印所组成 这个战斗效果的刻印数量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要怎么选择你使用的刻印呢 主要来说比如说我的角色需要暴击击力 我会选择精密短刀的能力 如果需要更高的施放速度 会选择这个速战速决 单纯看你的角色需要哪些能力去补枪 你就从这些这个刻印当中 选择你需要补枪的能力来做通知就可以了 那何谓查看这个印记的通知 首先我们的角色呢 本身会有这种掉落很多装备 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到这个 让这个需要的能力亮起来的话 你的选择会很多 在地上捡起来很累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装备拿去看过去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这个星星 只要点一下他的星星就亮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只要请查看刻印的通知就可以 职业效果的刻印呢 是构成流派最核心的关键 以我们的女巫为例 就是这个点火跟回流 那通常这个两个能力都是会互相抵触的 是截然不同的取向 所以没有一个流派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 那介绍一下点火的玩法 点火呢会需要底下的这个必杀计量条 累积满之后会获得魔力解放的状态 在魔力的解放状态之下呢 我们丢的所有技能都会降低一半的冷却效果的时间 再来的话暴击命中率大幅提升 暴击的伤害也会提升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点火流派就需要把他的点火 拿到这个level 3刻印的程度 那回流的效果是 他能够让我们的魔力解放的状态完全无法使用 可是呢可以让所有其他的技能的伤害 还有冷却时间都提升 所以呢就可以像是机关枪一样的放技能 没有拥有了最后的大爆发 我们来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好处 但是在讲好处之前我们要先知道 这两个是毕竟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回流超过等级一的体现 不然的话如果你玩点火流派 就没办法使用这个点火的魔力的解放状态 OK那讲一下他们两个的核心特点 点火流派的最大效果是因为 他可以在团战当中 在关键的时候按下点火的状态爆发 并且打出一轮非常高的输出 在点火状态之下 如果你爆发都打出来的话 那在后期他的输出能力会非常的高 基本上把把MVP是没有问题的输出顶端流派 那回流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管任何的状态 你只要丢技能就是有伤害 就没办法会拥有一波超级大的爆发 可是呢 撇开点火状态 他的一个缺点 就是你可能在打王的时候 点火 但是招数都打不到王身上 怪都闪掉 然后接下来讲到装备的配置 那这一栏的装备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的品质决定你的基础的效果 而这个基础的效果 你也不用管那些詞织 比如说什么自力体力那些的 都是固定的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拿到T3装备 把以前的T2装备继承给他 让他的等级加上去 那接下来找到品质更好的装备 比如说我拿到一个品质90的长杖 我可以直接拿加6的长杖 在那个提升装备的NPC那边 直接把它变成90品质加6的长杖 只要花大概几千一万的银币就可以了 那银币在后期传承这个装备 基本上是非常便宜的 那这两个刻印的话 就是可以补足你所需要的能力效果 那刻印的部分 你会需要使用技能书 去把它提升到比较高的等级 那假设你的技能书 没有到那么高等级的话 那你尽量就是选择主力的技能 比如说点火我优先的提升到 你就不要去点另外一个不相干的能力 那这些附属的能力也是 你尽量先选择一个把它撑到紫色的满等 不要平均的去提升它们 因为它要等到20等才能够提升一个等级 然后摆在这边才有用 那我目前这边刚好让点火的刻印到了三级 那剩下可以把一个能力补起来 那我接下来再使用英雄的这个速战速决的刻印数20 可以再让它升一级 尽量在这边摆的是紫色的 但是这个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你的这些刻印也不一定会满等 有的时候差一颗星就不能到level2或level3 所以这个地方就自行的判断就好了 尽量就是这边刚好满 或者是差一点点多出来一点点 不要怎么四颗星三颗星 这样子是很亏的一件事情 那讲完装备的部分来看一下四瓶 四瓶的话一样品质越高越好 那我们所需要的这里面的主要战斗能力的话 首先就是致命跟特化 有暴击跟没暴击是差非常多的 那特化的话就是这个计量条能够累积的多少 那这里的迅速是冷却以及这个 施放技能的一个速度 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致命跟特化越高越好 但是前期拿到的四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 因为你既要品质高 然后又可能需要致命或特化属性 再加上底下几个随机的刻印效果 也是我们这个流派的附属能力能够吃得到的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困难 有点靠运气 当然也可以靠交易的方式获得 那你们很能听说到这个点火女后期很贵 就是因为他会需要的刻印数量 要到两星三星的还蛮多的 那这个价格可能就是 你透到一个完美的额外效果 跟随机的刻印效果都正确的情况下 又高品质 那价格就会很高 这就是这个东西贵的由来 那接下来的话 强大飞行石也是尽量会有一颗两颗的 好的随机的效果 然后副作用尽量不要点很高 那副作用的话就尽量不要让他超过一颗星 然后这边最好的情况就控在四星左右 当然基本上也有点难 因为你不能确定好效果跟坏效果 是否都能够符合你想象的 控制在这些所有的视频上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慢慢的玩 可能要玩好几个月 甚至是要花大量的金币去收购 才能够找到一副很好很好的视频 那这个地方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方向 那刻印的选择的话呢 像我刚刚有打勾的那几个刻印 基本上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那我这边来稍微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盾气 这个增加暴击伤害 这个是在点火的情况下 你的暴击率很高可以使用 再的话是像这个速战速决的能力 那再加上的话 这个肾上限速也不错用 然后那个刚刚提到的短刀 也可以增加他的暴击力能力 但是要真的配到好 就是非常看运气的 好那接下来讲到宝石的能力 那宝石的能力的话 就是尽量把这个技能的效果给提高 比如说这边有冷却跟伤害 我们最需要提升的技能的话 主要就是这个主技能 闪电技能的伤害跟冷却 还有这两个要吟唱的终结之日 跟爆炸的能力 他们的CD跟伤害 那剩下的话 我就觉得尽量就是给冷却时间 让这些小技能 可以尽量的使用来累积这个 必杀技量调会好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技能 那技能的话 你基本上只要点八个能力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一定要点满的 比如说是这个 永畅 这两个永畅技能 爆炸跟终结之力 输出都是靠这几个来再打的 然后火镜的话 只要拿到第一阶段的能力 伤害增幅 命中之后 目标和你自己队员受到的伤害 会在八秒之内增加六%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会快速的铺一条火镜 然后我蛮建议这个火镜 也可以散一个出血的 让怪物受到持续伤害 因为有些王 你可能会需要持续伤害 打在他身上 之后的输出才比较方便一些 OK 这是火镜的能力 打小怪也可以 因为他的这个输出 比如说小怪走过去的话 也会经过这个火镜的路上 OK 那下一个永畅技能天前 我使用了宽广攻击 那比较推荐的是使用这个 直径的凶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有蛮多个永畅技能 如果你在魔力爆发的情况下 再加上永畅技能的话 打起来没有到很顺手 所以会选择使用直径凶雷 那其他一些像是这个持续落雷 怪物也不可能站在原地给你 没有到那么的好 所以直接使用直径凶雷 配上魔力征服的爆发 在第三个的部分 这个三脚架 那通常会拥有一个爆击 跟魔力征服 那由于我们都是使用魔力解放状态的 所以基本上都会点到魔力的征服 放弃了这个爆击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是颠倒的重力 宽广攻击跟电击基带 不需要去点到这一点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按下去的话 会让怪物浮起来 然后再落下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的隐藏技能 伤害就比较容易打得出来 不会被围攻 然后血掉太多 那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那个直径凶雷 就是落雷的效果 它就是不会有隐藏时间 就是抬手放一道雷 然后直线这样打过去而已 好那兵剑的话 会使用快速准备降冷却 然后贯穿一击 这个无视防御率加上兵锥 它的这个伤害输出能力就会好一些 然后呢 兵锥的方向是 它在前方会有一个方块的格子 像这个样子 一个长方形的格子 对怪物进行连续的兵锥打击 那这个在打小怪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快速走位也是很好用的 那我的第一排都是比较快速放的技能 那接下来看到的话是这个元素反应 我使用快速准备降CD 然后中魔一击以及稳定的水晶 稳定水晶会给予三阶段的爆发 那这个也是除了我们这个隐藏技能之外 我觉得输出算是比较高 人却没有到很长的一个技能 那下一个是熊熊烈火 主要是拿这个捕获烈的弱点就可以了 然后配上燃火 给予这个灼伤的状态 它的效果就像这样 在原地一个小小的 我按错了 这个小小的这个电缆 它会有个小延迟 范围也不大 所以就单纯是打王打单里 或者是拉怪的时候 做的一个辅助型的输出 那另外两个像是这个爆炸跟终结值是一个营藏技能 爆炸营藏一下 在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球高额伤害 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如果王从这边闪过去 你没有打到它这个就是浪费时间跟浪费输出 然后这个隐石的终结值也是一样 范围很大 伤害也是偏高 可是输出能力就还好 因为只要闪过去之后就打不中 打中的话当然是非常高额的爆发能力 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需要在关键时候进行一个输出 那也就是点火女巫没有到那么稳定的原因 它稳定的输出技能其实没有很容易就打到怪物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基本上所有的技能都是有一定被怪物闪掉的可能性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打一波那个大爆发 看是怎么打的 比如说有这个Z技能的魔力师吧 我们通常会丢一个陨石 然后陨石动画出的时候就直接点火 然后把这几个技能都这样顺顺的丢出去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是输出会很高 然后等到一圈的CD号 我们再接下一颗陨石 这个是需要一点练习的 比如说陨石丢完之后 你最好是接这个火镜 它能够增加一波爆发 好像差不多就打完输出 它输出能力是真的相当不错的 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 你要同时注意到自己的影唱 其他上怪物的移动 这样的话 玩起来其实真的没有到很简单 我使用这个点火女巫去打日月王单挑的时候 那个日月王在后期转披萨O 真的是转不过去太困难了 OK那必杀技就没有什么好讲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原地 然后把周围的怪物都清场的一个技能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那个 比如说过章节的时候很好用 你说到某一个区域 然后冷却好了 就随便放一个清场这样子 差不多就是这个点火女巫所需要的一个能力 那现在看完三角架 讲一下旁边的这些符文能力 那基本上勇撑技能 我尽量会选择这种 施放速度增加的能力 那其他的话 像是天赋计量啊 冷却啊 都可以稍微的丢丢 看你有什么都放什么 那后期如果有的话 我就是觉得尽量就是把这个 高阶一点的施放速度的符文放一放 手感可能会更顺一点 冷却的话 我觉得前期倒没有必要撑到非常的高 因为基本上这个游戏所有的王 都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闪躲 然后他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才能刚好丢 一两个技能这个样子 所以也没有到这么的好打 那最后补充一下大家可能会所需要知道的知识 卡片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横向提升比较小的东西 你基本上有哪个套装 对于你的流派有帮助就随便放上去就好了 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做过什么样的研究 但是整体上看来提升的比率都没有到很高 那再来的话是活动商店的部分 每一周都要记得买 以后出任何的活动 你都要尽量的把那个活动的东西拿一拿 因为这个游戏是很需要资源的 不管你是练本尊还是练分身 那再来的话装备这边会有一个宝石的合成 宝石的合成你会需要自动的合成设定 然后你会需要段位以及这个等级 我尽量都设到等级上 因为我接下来的东西都已经超越等级2所需要的东东了 那我会需要打到的东西就尽量把它合成起来 不然你的包包的东西会太多 比如说这里等级1等级2塞太满 每次打完的话都用这个自动合成 帮你解决包包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然后有更好的东西你可以直接把它这样换掉 比如说level2换到level3 然后这边有三个level 这边又凑了一套 那我这边也可以直接使用手动的合成 这样的三刻给它点上去 来看我是不是我所需要的这个技能 这个熊熊烈火的这个冷却减少 那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换下去 那剩下的部分的话 像是这种三重的打完每一个副本 比如说混沌的话 你也需要来这个地方去丢一下 那坦白说这个的成功几率到了等级4之后就会很低 但是你看你需要什么东西慢慢去点一下 这里也是一个主要的银币消耗的一个管道来源 那剩下的话如果有这边特别标示的这个装备 你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会是你所需要做的一个更换 那以上大概就是一些细节的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缺一些提高的资源金币 就是每周任务做一做 然后合成的比如说这个 我想想看最缺的提升材料 大概是奥利哈融合的材料 那这个也需要去做一些跑岛 或者一些合成的任务制作它 那这个也是后期很需要的资源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游戏当中 后期可以玩流派玩得愉快 那接下来我这个画师也快推出了 我很期待这只角色 以后应该会成为我的一个主力角色 那我们走的攻略影片再见 拜拜